小怪物 我就知道你的生命力比蟑螂还要顽强 怎么样 全都恢复了吧 你这老怪物都没事 我又能有什么事呢 大师向唐三点点头 小三 既然来了就练习吧 我们会议继续 尽管我军在第一战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重创五魂帝国军队以及魂石军团 但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 依旧是十分不利的 宁宗主 您有什么建议吗 小三身体恢复了 还是听听他的建议吧 英雄出少年 现在已经是他们这些年轻人的世界了 大师的目光转向唐三 微笑道 小三 那你就说说吧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有两个办法 老师 宁宗主 各位前辈 那日一战 比比东受伤很重 据我估计 他至少得养伤半个月 他是不会出现在战场上了 我的两个办法之中 第一个办法 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我们奇怪之中 我的二哥奥斯卡 原来在史莱克学院中 有一个香肠专卖的称号 而现在的他 已经是一位超过八十级的食物系浑豆罗了 在大家的辅助之下 我这位二哥至少能制作出两万个飞行魔物场 如果发给我们唐家军 那么他们每个人就都能配备两根 当大军从正面进攻的时候 如果我唐家军突然升空 从空中打击嘉林关城头上的敌军魂师 必然会起到奇笑 听了唐三这番话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奥斯卡的身上 同时也都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 小三 你这个建议很好 如果操作得当的话 我们定能再给五魂帝国的魂师一个惊喜 我的第二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那就是 以我一己之力 来尽可能地破坏对手的防御 那一日我与比比东一战的情况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凭借着海参三叉戟 嘉林关后世的城墙并不算什么 只要给我充足的时间 我甚至可以将他们的城墙完全破坏 我的第二个办法就是 由在座的各位保护我 去近距离攻击嘉林关城墙 我相信 我破坏的速度 一定会比他们修补的速度要快 这样做 不但有可能吸引对方的魂师军团主动出击 同时也会为我们之后的总攻铺路 当然 最好的做法 就是这两个办法同时使用 对我们来说 比比东身受重伤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小三 走 随我去见陛下 三 两万根啊 只有奥斯卡苦着个脸 可怜兮兮的看着唐三 唐三失笑 小昂 看来你现在就要着手准备了 蓉蓉 你和小昂一起吧 秘密制作 越快越好 嗯 两万根 一根也不能少 你们的动作越快 我们就能越早发动攻击 少了比比东的存在 我们才有最大的机会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